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造蒸汽机车 四年后研制成功 因其运行师烟囱里不断冒火 而被称为火车 1825年9月27日 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线 英国斯托克顿达林顿前路 举行上矿空前的通车典礼 四地分色亲自驾驶中约90多的旅行者号列车 带着32辆货车和450名乘客 上午9时从伊库拉因出发 15时47本比达斯托克顿 运行31.8公里 从此人类进入铁轨时代 生活 工作和发展步伐 随之越来越快 法国布英国后尘 183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 到1869年全国铁路网络基本建成 总长度达16465公里 其后 近百年来 全世界铁路飞速发展 钢轨代替了铁轨 内兰机车代替蒸汽机车 20世纪 20年代以后 民用航空和小轿车快速发展 航空的速度优势和私家车的便捷 使得铁路沦为西洋产业 从1920年到1950年 美国拆除9万多公里铁路 法国国家铁路局认识到 业与私家车和航空竞争 必须坚持提高速度和提升质量安全双轨同向同步而行 20世纪50年代末 法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向道建设高速铁路 1959年日本新干线开始动工 1964年10月1日 东京奥运会前夕 第一条型干线通车 然而法国却显得迟缓 尽管1955年法国列车在波尔多巴雲纳的试验段上就创下33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但第一条法国高速铁路从巴黎到里昂的东南线 直至1971年才立想 法国人先研究燃气涡轮发动机 但是1973年能源危机爆发 油价飞涨 不得不转向电力机车 欧洲普遍质疑法国的高铁计划 1976年10月在法国政府资助下才开始正式建造 到1983年才全线贯通 法国高铁如此缓慢的建设速度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待质量安全如履薄冰 甚至又死神 法国第一款电力机车则比零斯单机电工 悬挂和刹车等测试就达100万公里 在列车批量侦查前 整车又经过4年80万公里以上的测试和修改 直到了1980年4月25日 第一辆列车才交货 在1981年2月试车时 以380公里的时速打破世界纪录 1981年9月27日 东南线第一部分投入运营 是让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主持开通典礼 东南线允许最高时速为270公里 超过了当时日本东海的新干线 220公里的最高时速 旅行速度为213公里每小时 从巴黎到领澳417公里 只需要2小时之内 而原来坐特换火车号时间4小时 法国高铁TGV最初的客户定位于商务人士 到很快越来越多的人们喜 欢乘坐这种安全 快速 便捷 舒适的交通工具 在与航空运输业竞争中 高铁占据上风 感谢观看